几艘小船慢慢划前进 圣火跑者在船上传递圣火别具新意 冬奥圣火来到秋田县 划船更是他们的历史活动 7月23号东京奥运仅如倒数 冬奥组委会也正式宣布 对海外媒体采访的行动限制 除了会用GPS 全球定位系统严格监督人员移动 媒体下他的饭店也有规定 只能住在与东奥合作的饭店 不能住民间旅馆朋友家 或其他非合作饭店 只要外出饭店就会知道 严格控管防止东奥相关人员 和一般民众接触不得违反规定 除此之外 目前也已经招到九成医护人员 确保冬奥赛事期间的医疗资源 国立竞技场和东京体育馆 交通限制将持续到9月 所有赛事结束为止 为了这场盛宴 日本积极做最后准备 毕竟除了选手也要接待外国重要人士 日本已经编列约43亿日元 接待外国药员 现在做的所有严格措施 都是为了达成目标 举办安心安全的东京奥运 而独卖新闻独家报道 目前各国也正在协调 将在周五G7七大工业国峰会宣言中 力挺东京奥运 都是学国中心综合报道